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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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接受不接受的 我们俩又不熟 男子和大丈夫说不别就不别 我们俩很熟啊 都快熟透了 不如我来帮你说几句吧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林奇力同意跟伊凡比赛了 像林奇力这样的高手 怎么可能会拒绝别人的挑战呢 林奇力 你就别谦虚了 什么时候啊 林奇力 你就别谦虚了 刚才说得不厉害 让我带你见识一下吧 对啊 让我们见识一下吧 让我们见识一下吧 林奇力 赤罗子赤马拉出来溜溜 全班同学都睁大眼睛 等着看你的表演哦 你上辈子姓洛叫锦下石吧 不管怎么样 你的战绩还是很厉害的 就让我来见识见识你的实力吧 开奇领域 同学们都看好了 有钱的捧个钱炒 没钱的赶快离场 我魔蛋世界小霸王要发飙了 小心无伤啊 开奇领域 林奇力 加油 林奇力 加油 加油 五角天马 光之领域 五角天马 光之领域 五角天马 为主人而战 不过是个道具 不要说的跟我那么亲密好吗 想不到你魔蛋还挺强的嘛 竟然也有三百的领域攻击力 有错吗 暴夜龙 我去领域 上去 上去啊 上去啊 真是能有尸体啊 不过在风之领域 我照样KO你 魔蛋召唤 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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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唤 不要分神 只有五点魔能点 这是对我游戏技能的侮辱 哈哈 区区五点 不足为话 看我来现场表演吧 啊 凤夜龙 现场表演可不是丢人现眼啊 那 那我可不客气了 看我如何来打败你 你 你说话不那样了 你说哪样 我 我最讨厌别人许我平时说话 射多守护 简直弱爆了 看我的 进进 攻击 哈哈哈哈 不是你不明白 这世界变化快 折腾了这么久 一点用都没有 哼 那可未必 怎么回事 是我刚才掩花了吗 这东西还带智能调控的 我敢断定是你的灵能有问题 你这里隐藏着一个天大的问题 那就是你一定偷偷作弊了吧 哈哈 真是可笑至极 你现在连防御技能是什么都不知道 还敢自称什么魔弹世界小霸王 啊 怎么会这样 包野龙 以后你也要得学会防御技能啊 公正之剑 啊 火球 又懒 有路又搞错 哼 攻防兼备的公正之剑 可以让独角天马受到的伤害 减少两百 哼 这种级别的攻击 你也好意思拿出来 啊 哈哈哈哈 看来还真不能小瞧你啊 魔能点用完了 开始下一回合吧 哈哈哈哈 别忘了 我还有两点魔能点没有用呢 光之感胀 啊 什么 九百对一千二百 这场比赛我赢定了 啊 啊 包眼龙啊 包眼龙 我虽说是答应了要帮你解开绅士之谜的 但是 如果失败了的话 你可就别指望了 啊 啊 啊 好家伙 你也太实力了吧 我要是早说就好了 哈哈 哈哈 这就叫风水轮流转 哼 这有什么 跳不准是常有的是吗 我早就习惯了 在我高超的操作技术下 不管什么情况 我都可以坦然面对 对 亦凡 把我当成你的朋友 我们的默契就会提升 你就可以 住嘴 集中精神战斗 哈哈哈哈 原来你和魔弹没默契 魔能多少看天意啊 这家伙虽然卡牌运算和控制能力超强 但是和魔弹默契都偏低 说不定 这是个翻盘的好机会 防叶狼 你一定行的 魔能召唤 魔能召唤 不管什么时候我都坚信 赢你只是时间问题 你早上起床没刷牙吧 好大的口气 想打败我 你给我再回去修炼一万年吧 报应不停 先胖不算胖 哪有可能是腐种 这下知道我天下无双 小霸王的厉害了吧 什么天下无双 你刚才不是说 是魔丹世界小霸王吗 不知道天下世界是一家吗 反正大家明白 我比你厉害就够了 今天可丢不起这人哪 否则日后 我还怎么在粉丝同学面前炫耀 尤其是那欧阳某 一想到他那可恶的嘴脸 我绝对不能输 胜负还没有分出来呢 灵其力 我劝你 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对待敌人 我一向先从精神上战胜 让你在失败之前 就惭愧地抬不起头 这就是我灵世完美胜利大法 魔能点太低 只剩下这张卡牌可以出了 没有暗属性魔弹同伴的时候 可以舍弃一张卡牌 一点魔能点发动的 光能洗礼 虽然这一回合不能打败他 但至少可以让他的灵能 降到死白 权力已断 除何一当武 战斗真辛苦 一个小天马 一打一上武 他现在 是剩下一点魔能点可用了 只要我 能拖到下一回合 只要能拖到下一回合 我就可以 一举打败他 勇延环 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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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住这一回合攻击 下一回合 他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要你多嘴 安安心心地给我防住 刚才可真危险 不过好在 总算顶住这一回合的攻击了 灵士完美 胜利大法受网了 尝尝爆炼龙的必杀技 爆炼弹 好让的包炼龙 回去一定好吃好喝地犒赏你 看来 我该去找一个更厉害的魔弹了 不 主人 请不要抛弃我 你赢了 记住你在战斗时的承诺 放心好了 等一下我就去超市买去 等等 承诺 什么承诺 林奇力 你小子又靠狗屎运赢了一场比赛 你上辈子一定是养狗专业户 不要侮辱我的人格 我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实力 懂吗 同学们 你们都看见了吧 我可是打扮了魔弹排行榜第一的亦凡呢 你真厉害 厉害 从今天起 魔弹排行榜第一的位置 就是我灵奇力的名字了 亦凡 告诉大家一下网址 三W点什么点什么点什么点来着 你的必杀戚明明只有两百的攻击力 为什么 不要纠结了 我怀疑这家伙是从火星来的 根本猜不透他是什么风格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不过我可没有时间和你瞎扯 失陪了 拜拜 那一反我就先走了 再见 等等 你得护士我回家 雪云别怕 我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哦 灵奇力真的太厉害了吧 是啊 哎呀真刺激啊 刚才 哎呀 灵奇力呢 别找了 用我送你回家 还找那家伙干什么 好险 终于摆脱了雪云的小妮子了 哎 每天都要护送她放学 我放学后仅有的人身自由都没了 哎 哎 那不是一反吗 为什么 为什么她的必杀技只有两百 却对我造成了三百的伤痕 独角天马 就算你是游戏里的打boss又怎样 还不是一样被打败 难道我刚刚在生活中获得的一点点乐趣 又要残酷地消失了 主人 下一次我一定会打败那家伙的 哼 还有下次 你一反绝对不容许失败 应该去找个处备 一反 一反 吹牛皮的一反 做坏事被我发现了吧 怎么是你 你作为一个魔弹战士 竟然把魔弹扔进了下水道 我代表所有人鄙视你这种龌龊的行为 你真该听听爆炎龙会怎么评价你 我代表所有魔弹鄙视你 游戏的精髓 就是不断升级更强的武器和装备 独角天马连爆炎龙都打不过 已经不配做的武器了 你这是什么逻辑 你竟然把魔弹的战斗当成游戏 再说了 输给我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你说什么 我可是人称魔弹世界一朵花 魔弹见了全都夸的小霸王林奇力 我和宝燕龙那可是最佳拍到 而你和你的独角天马比起我们 那就毫无默契度可言了 你们为什么 因为我和宝燕龙是一起努力 一起奋斗的好朋友啊 魔弹战斗之所以对我们来说 不单单是个游戏 全是因为我们都有着 更加崇高的使命 使命 你知道魔弹是从哪里来的吗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吗 而且这些能说话的 能跟我们一起战斗的魔弹们 都忘记了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之前的记忆 为了帮助他们找回记忆 我们的使命就是通过一场一场的战斗 揭开魔弹的身世之谜 说得太好了 我要和你一起去迎接这未知的风雨 一起去探寻这未知的世界 你仔细回想一下 你的魔弹真的很弱吗 它的图腾可是会发光的哦 就像我的爆炎龙一样 你这么一说 好像确实是这样 独角天马带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存在感 可是你和独角天马是朋友吗 朋友 朋友是什么 看看 我和爆炎龙这样就是朋友 可惜啊 独角天马把你当朋友 你却比千年老木头还顽固不化 在人来人往 聚散分离的人生旅途中 能够彼此相遇 相聚 成为朋友 就是一种幸运 应该珍惜着得来不易的缘 我 这爱魔弹远离游戏吧 记得找回你的魔弹哦 等一等 灵气力 告诉我 为什么你的必杀技 攻击力明明只有两百 却爆发了三百的攻击力 而我的独角天马 一直到现在 都不会使用必杀技 这就是我跟爆炎龙之间的默契 亲密的伙伴关系 可不是一朝一夕能拥有的 好好想想吧 记得把排行榜的第一 改成我的名字哦 原来 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回头见 我的独角天马 喂 110吗 有人在偷下水道的井盖 这两个家伙竟然都有图腾可以发光的魔弹 暗黑魔龙 你也看到了吧 我们一起把他们抢过来 不要爬索金蛇 陛下有了更好的计划 更好的计划 我怎么感觉好像背后有人看着我呀 陪在你的左右 我永远的朋友 黑夜在暗夜不迷茫 因为星会发光 一定有个人值得守候真心去拥有 风起的时候就奔向明天 一起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